各位好朋友有没有看到纽约时报说 美国抛弃阿富汗台湾应该要警醒 塔利班已经即将要接管阿富汗了 现在美国的外交人员已经全面都撤退了 甚至是阿富汗的总统也落跑了 奇怪了之前阿富汗的总统不是在前几天 才说阿富汗的人民要站起来对抗塔利班 怎么现在自己就跑了 这个是流亡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现在塔利班政权已经接管了阿富汗 不过说真的美国真的是太丢脸了 拜登本来说911在20周年的时候要全面的撤离 那个时候发生911事件是美国遭到了恐怖攻击 当时认为是宾拉登做的 所以美国就要抓宾拉登这个人 但是塔利班在保护宾拉登 就因为这样美国就出兵阿富汗就去打了塔利班 可是大家要知道 在美国跟塔利班在打仗之前 美国可是支持塔利班的 美国原本跟塔利班是好朋友呢 后来就是为了塔利班保护宾拉登的事情 美国才开始打他的 不过美国本来就常常这个样子 他本来就常常支持一些小团体 小组织 激进分子 邪恶政权 他本来就是这样 他为的就是要掌控在中东的石油 就是为了自己的美国利益 而且还常常的到处摇耳朵 到处的碎嘴 到处的分化 然后打着正义的旗号 打着维护世界和平的态度 现在美国在阿富汗打了20年的仗 连塔利班都打不到 真的是超级丢脸的 因为各位要知道 美国以及这些北约国家 他们拥有最先进的武器 最高科技的设备 竟然连一个塔利班你都打不到 这绝对是本世纪最大的笑话 最大的乌龙了 尤其是塔利班攻城掠地的速度之快 美国原本才想说 撤军大概要花好几个月 没有关系 应该还有点时间 没有想到塔利班一个月就攻到了喀布尔 美军还有阿富汗的政府军 真的是兵败如山倒 太低估神学士的能耐了 也太高估自己了 同时大家也可以看到 一个月的时间塔利班 势如破竹 如入无人之境 也表示阿富汗的人民民心涣散 不好意思 现在全世界都在看 还有很多的国家都还仰赖美国的保护 这些国家怎么办 台湾 乌克兰 菲律宾 印尼 还有立陶宛 大家有没有看到 美国这么的不负责任 他也负不起责任 他说走就走 留下一个大烂摊子 如此的无情无义 就这么杀手不管了 也没有善后 而且拜登还说 他说他绝对不会把阿富汗战争 传给下一任的总统 而且拜登还重申 对阿富汗撤军坚定的立场 而且拜登还说 美国没有义务 要去帮另外一个国家来承担这一切 而且拜登还说 阿富汗你们要自己保卫自己的家园 所以绝亲们你们看到没 你们还觉得美国会为了台湾打仗吗 连纽约时报都报道了 阿富汗局势迅速恶化 可能又一次损迹到美国的可信度 盟友更加的相信 不能完全依赖美国的支持啊 这点台湾真的要看得非常清楚 台湾这么仰赖美国的保护 而且在拜登上台之后 这么积极的重返世界舞台 加入群组重新要再领导全世界 重新担任世界的领导者 但是从阿富汗的撤军 你看到了吗 全世界是怎么看这件事情 说好的美国回来了 现在变成美国回家了 或许阿富汗政府在很久以前早就该垮台了 而美军的进驻只是拖延了他的时辰而已 美国自己也很委屈 他觉得对阿富汗付出很多阿富汗 你拖累了我 活该谁叫你要相信美国 被骗真的是活该 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自己最好 不管怎么样本来就不该指望别人 只有自己强大自己有实力 这才是真的 才能够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去跟人家谈判 美国把自己打扮成世界警察 正义使者也好像一个男人告诉你 我爱你至死不欲海枯石烂 那你自己要相信他 你自己要被骗 几岁了 早就已经过了用眼睛看 用耳朵听的年纪了吧 现在大家要看的是心 要用心去感受 国际利益是非常现实的 如果美国没有利益的话 他会佛心的去照顾阿富汗吗 现在没有利用价值了 当然就是丢掉他 一脚踢开他 这些都不用怪别人 怪自己 自己要当马前卒 自己要当棋子 被人家抛弃了 在那边哭哭啼啼 而且美国抛弃盟友这件事情 又不是一次两次而已 这么多的例子 比比皆是历历在目 伊拉克 越南 阿富汗 美国也曾经抛弃过中华民国 所以绝亲们不要再天真啦 不要觉得说美国 怎么可能会抛弃台湾呢 那被抛弃被分手的国家都不要担心 都不要害怕 被抛弃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过得更好 我们要过得更好才能够打脸前男女朋友 对吧 不信你看看越南 越战打得乌烟瘴气 后来美国退出之后 越南加入了东盟 再经过了二十几年的努力 现在的越南是不是越来越好了 唯有和平稳定才能够求发展 所以绝亲们不要再跪舔任何国家了 好咯绝亲 今日阿富汗明日台湾 绝亲们你们要赶快从军啊 不要只会呛瞎 不要以为用键盘就可以救国 台湾人不要再吃毒株了 台湾人也不要再跟美国买武器了 赶快把钱省下来 好好建设自己的家园 这才是最重要的 美国是绝对不可能为了台湾 跟中国大陆开战 美国连塔利班都打不赢了 美国连越战韩战都这么难看了 他拿什么去对抗中国 绝亲们不要太浪漫咯 战争没有赢家 两岸应该要避免战争 我们已经好久没有 跟大陆有沟通的管道了 现在是不是应该要想想看 是不是应该要重启了 有沟通才不会误判 才能够彼此了解双方在想什么 而美国对台湾的承诺 不管是台湾关系法 或者是公开对台湾的声明 都只是协助台湾自我防卫 而不是要跟台湾一起打 或是他会下来帮台湾打都不是 我记得之前在台湾喊的口号是 今日香港明日台湾 现在我觉得绝亲们 口号们可以换了 叫做今日阿富汗明日台湾 さあ 感谢观看